中國的審判結果 一天到晚用著 甚至是違反他們自己行事訴訟法的 種種的一些規則 法令去任意逮捕 他自己國家的國民以及其他國家的國民 包括台灣的 公民林一哲先生 其實根據中國 自己行事訴訟法的規定 在起訴之後的兩個月內 他應該要 公開他的審判的結果 5月11號的開庭審判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知道 他在現場有說他們在8月4號 就已經起訴了 所以照理說應該 最近就應該要提出 要公佈這個審判結果 但是我們到現在為止 還都沒有聽到任何訊息 而且中國官方也沒有提出 任何要邀請家屬 或者是軍委大隊可以過去 宣判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邊 我們其實不是只有要對中國喊話 我們也要對台灣的政府喊話 我想我們今天有三個訴求 一個是這個 李明哲案到底是不是宣判了 到底什麼時候要宣判 我想我們的政府應該也要 然後積極的有所作為 包括入圍會或海基會等等的 也都應該要趕快去詢問 到底什麼時候要宣判 然後是不是可以安排家屬 以及救援大隊前往去參與這個宣判的過程 那再來是 我想蔡英文政府其實在她過去選前她也說過 她絕對不會再發生像周子瑜這樣子 為這個台灣的認同 然後去跟中國道歉這樣的事情 但是到這個李明哲案到現在為止 蔡英文政府其實一直都沒有 做除了跟明天朝廷一樣有一些譴責之外 他們其實我們看不到有什麼更積極的作為 或可能等一下我們要討論的 法律的管轄權的問題 請問一下我國政府到底做出了哪些交涉